你这种东西只配进垃圾桶 只配进下水道 农夫三权狗都不喝摩擦 农夫三权你好大的胆 竟然敢把日本元素的图案 印在我们国人消费的产品上 以后变成农夫三权 你知道吗 农夫三权老板的儿子 已经加入了美国去 将来有一天中美放上摩擦的时候 我们每喝的一瓶农夫三权 将来有可能都是设下我们的指导 要喝就会把喝 感觉我们现在的各种品牌 只剩下了三种 一种是已经乳滑的 还有正在乳滑的 以及还没有来得及乳滑的 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哥阿笨 最近中国的大陆 正在进行着一场 轰轰烈烈的喝水运动 喝水革命 来给大家看一下 以前喝水都是喝的农夫三权 从今天开始 拒绝农夫三权 盘 jug 沉了多气 城 洗下打了啊 支持国货 人心事故我还是懂的 全部给他清掉 挂不住 这样就完了 令人没想到的是 就连我们日常生活中 喝的这个矿泉水 也上升到爱不爱国 你喝什么样的矿泉水 你就是爱国的 你喝什么样的矿泉水 你就是不爱国的 上升到这样的一个高度 那么事情的起因 还是因为中国的一家民营企业 叫做娃哈哈 他的创始人中今后去世之后 也发了 那么为什么一个民营企业家去世 会导致整个一个中国网络 出现一个喝水运动 一个喝水能够影响到爱不爱国 这样一个话题 说来还是话长 主要的原因 还是这位民营企业家去世之后 勾起了很多人的回忆 八年后九年后 大家都是喝的 娃哈哈这个品牌长大了 然后经过网上不断的发酵之后 他的一个对手品牌 叫做龙夫三权 被推上了风口浪尖 为什么 因为传言这个龙夫三权的创始人 钟珊珊 以前是娃哈哈的一个代理商 因为偷鸡取消 被这个娃哈哈开除了 然后现在 他的市值 甚至一度超过了娃哈哈 然后再经过网友的不断伸疤 发现娃哈哈的创始人中今后 是一个民族企业家 是一个爱国的企业家 再看看钟珊珊 农夫三权的创始人钟珊珊 他的儿子入了美国国籍 然后现在还传出什么 农夫三权 所有的饮料上面 魅日 就是很多的饮料的包装上面 都是有日本的相关图案 日本的相关风格 东方树叶绿茶饮料瓶的图案 和日本浅草寺相比 农夫三权 你好大的胆 竟然敢把日本元素的图案 印在我们国人消费的产品上 大家看到最多的就是这个五层塔 第一个就是这个玄米茶 它在日本叫鲤鱼鳍 下面就是这艘木船 它的造型和我们鸦片战争时代的英国 日本的战船是一个造型 最明显的就是这个青海波纹 是日本元素的 大家知道 鸦片战争是我们历史上的一个耻辱 你把敌方的船只放在这里 居心叵测 东方树叶红茶瓶身上的红色战马 这是日本示威队的做期 我们中国从来不会这样画马 最后看一下这幅仙鹤图 这是我找的日本博物馆收藏的一幅画 农夫山泉旗下还有一款气泡水 浮小白桃风味 产地是日本主导县和废水 现在就是上升到一个农夫山泉 就是一个含有日本元素的一个品牌 一个美国控制的一个品牌 那导致现在整个网络是什么一个情况 抵制农夫山泉 保护民族品牌娃哈哈这样的一个运动 所以近期我们在大陆的短视频平台上 看到一个现象 大家都在抵制农夫山泉 把农夫山泉的矿间水 饮料全部丢掉 抵制这样的汉奸企业 昧日企业 啊 干啥呀 这里 啊 以后我这个农夫山泉不卖了 直接下架啊 就卖就不乱看啊 为啥不卖了呀 为啥不卖了 他儿子入美国去你知不知道 知道啊 你知道了你挣钱给这个话 给我儿子啊 他挣钱给这个话 给他儿子呗 那还说啥呀 国泰民态的案 国富民态就行 四季 还有的网友甚至说啊 这个农夫山泉啊 已经是美国品牌了 因为农夫山泉的创始人 钟珊珊 他的儿子钟处子 已经是美国国籍了嘛 对吧 你现在喝一瓶农夫山泉的水 就是等于给美国人造了子弹 造了炮弹 到时候哪一天发生战争啊 可能射向我们的子弹 就是你喝这个农夫山泉水造成的啊 农天 以后变成农夫山泉 你知道吗 农夫山泉老板的儿子 已经加入了美国籍 将来有一天中美放上摩擦的时候 我们每喝的一瓶 农夫山泉 将来有可能都是设下我们的子弹 要喝就会罢喝啊 看到没 这个我就觉得有点扯了啊 明明农夫山泉 注册是在中国 他的纳税 他的纳税也是在中国 那就是因为他的儿子移民到了国外 现在就变成一个美国企业了 然后就要加以抵制 这样的行为就是无脑的爱国行为 让人感觉到很可笑 那美国在华的企业很多啊 特斯拉你怎么不去抵制啊 很多人用了苹果手机也是美国的 可能你们在发表这个评论的时候 用的都是苹果手机 你怎么不去抵制啊 那还有的一些官员 他的子女也是在国外啊 也是在美国啊 你怎么不去抵制呢 还有很多的明星运动员 他们的子女 对吧 像姚明的女儿 不是也是美国国籍吗 你怎么不去抵制姚明啊 还有的一些明星 隐私明星 对吧 都移民到了国外啊 说的是 反而是这种注册在中国 拉税在中国 就是因为他的儿子有了美国绿卡 你们就认为他是美国国籍 就认为他是美国的企业 这个让人啼笑皆非啊 而且现在上升到 这个龙夫山泉用的包装啊 有日本元素 媚日啊 什么他的那个标志是日本的 他的图案是日本的 等等等等啊 还有他的创始人之子 对吧 又是美国国籍 这个两方面足以说明 龙夫山泉就是一个汉奸企业 就是一个卖国贼的企业 对吧 我们要抵制 这个事件啊 让我想起了十几年前 抵制日货的当时一个场景啊 就是人家在路边开车 开得好好的 停在路边 被一群所谓的爱国者啊 砸了啊 直接把车推翻了 很多人还爬上车上面 把车砸了一个稀巴烂 还有一名爱国者啊 直接用U型索 把那个司机砸得瘫痪了啊 这也是U型索啊 这个名字的由来 所以啊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网络环境 非常的可怕 有一句话叫做 欲加其罪 何患无辞 救命啊 就跟这个龙夫山泉的事件一样 明明他的图案啊 可能是中国的啊 某一个建筑的一个图案 他非要说成日本的啊 那个马 你从哪里能看出来是日本的这个马 对吧 他非要说是日本的 因为美国 日本啊 现在和咱们关系不是很好 日本又和咱们有民族仇恨 对吧 美国现在又是制裁我们 有很大的仇恨 那我们就要把这个仇恨 加到他们身上去 然后很多网友 盲目的跟风 盲目的随从 抵制这个 抵制那个 只要说你跟美国 或者跟日本有关系 马上就要抵制你 但是我们有没有去想一想 我们这么做的意义 到底是在哪里 他们真的是辱华了吗 真的是不爱国吗 感觉我们现在的各种品牌 只剩下了三种 一种是已经辱华的 还有正在辱华的 以及还没有来得及辱华的 以前是国外品牌辱华 比如HM 优衣库 一家耐克 等等等等 数不胜数 只要在网上搜 品牌加辱华两个字 基本都能搜出 一大堆辱华新闻 现在国外品牌不够用了 国内品牌也要辱华了 比如农夫山泉 与辱华对应的是爱国 最早买房子是爱国 后来买国产车是爱国 再后来买华为手机是爱国 再后来穿红星耳克是爱国 再后来吃白像方便面是爱国 现在只需要两块钱 喝娃哈哈纯净水 就是爱国了 捕风捉影 只鹿为马的行为越来越多 许多人化身爱国纠察队 网上大字爆满天飞 总之 无一例外 不是往日本靠 就是往辱华靠 不像 也得通过各种牵强附会的联想 说得像 以激发读者的爱国热情 达到抵制的目的 现在爱国显然成为一门好生意 因为爱国从来都是当之无愧的正确 这一点无人否认 无人敢否认 坏人们发现只要是爱国 即便是错了 也不会受到惩罚 基本是零成本 于是有些人就开始打着爱国的名义 将正确转换为流量 又将流量换成钱 这门生意是越做越大 在流量生意面前 他们只管扣帽子 挥棒子 割流量 在这种氛围下 受害的只能是我们自己 看到没 其实很多网友是清醒的 他们知道 这群所谓的爱国者 是利用这个事件 来骗流量 来博眼球 来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 这样的企业 只要是给国家创造利益 创造劳动就业 创造税收 那它就是一个爱国的企业 我觉得 并不是你们所说的 它是一个美国的企业 它是一个昧日的企业 请停止对龙富三权的网报 只要这个企业家 他何妨何归挣他钱 他一方纳税了 想去哪儿花 想怎么花 都是他的自由 他选择再来国家的身份 也是他的自由 这群所谓的爱国者 他的认知实在是太低了 所以最后我们反观一下整个事件 发现它其实就是一个闹局 虽然是个闹局 但是我们所呈现出来 广大网民对这个事件的态度 一个做法 可能让全世界的人民笑话 就是让别人看笑话了 连自己国家的一个本土品牌 都要上升到爱不爱国 都要抵制 最后发现自己抵制的东西 别人根本就没有 而自己正在使用 比如说苹果手机 比如说二维码 这些都是美国的产品 日本发明的东西 反而是抵制咱们自己 民族品牌的东西 这个就让人看得很笑话了 这几天网上的网民 在围剿农夫山泉 实质上是在唱空民营经济 这次事件的规模 恶劣程度 荒诞程度 前所未有 仇爱仇富 这种荒诞的言论和风气 大行其道 民营企业成为了网络流氓们 发泄情绪的靶子 那些主动降制的网民 他们的子孙后代会付出代价的 他们的思想和他们的行动 配得上他们现在的生活 那么大家对于大陆网友 这样的行为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下期再见 拜拜